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哈囉!大家好 您好 欢迎来到有韵心悠悠世界的YouTube频道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婚姻中的背叛 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 因为最近真的太多名人离婚 我知道 他为什么要找我聊 最近的婚姻就提到渣男 最近发生很多渣男的事件 包括林秉书告假雨的事件 包括这两天到王立宏的事件 他找我聊这个事情 因为我才是正统的渣男 你是前辈 我真正统的渣男 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名词 叫做烂人 我是自我认证的烂人 我还写过一本书 叫做烂人情歌 烂人情歌 就是讲我的烂人事迹 所以你今天找我来讲 找对了 对 完全就是怎么讲 前辈可以来跟我们剖析一下 这些男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好 先来讲一下这个新闻的背景 就是王立宏跟林静蕾 他们在前两天 就是发布了他们离婚的声明 王立宏在声明里面是讲说 他跟静蕾的私生活很简单 然后他们对未来有不同的规划 所以他们决定离婚 然后可是他们还是一家人 好 新闻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跟东瓶讲说 最近这几对名人离婚 比如说像李克太太 大S 王晓飞 王立宏 李静蕾 他们的婚姻虽然说离婚了 可是他们表现出来都还蛮正面的 就至少是和平分手 没有可出恶言或怎么样 可是没想到今天真的是吓死我了 就是李静蕾他在17日的深夜 发了一个4000字的毁灭式的贴文 表示就揭露说离婚的主因 不只是受到了王立宏家人的 冷暴力跟羞辱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王立宏的私生活非常混乱 不是只有婚前 婚后还是持续的保佑 跟不同女性的一些亲密的行为 甚至于还有买卖的行为 这个让他十分不能接受 我看到也是吓死 因为王立宏真的形象超好的 可是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觉得很正常 不意外 应该说不意外 我当然不意外 那你讲那个他叫什么李静蕾 李静蕾 李静蕾 他说他这个不能忍受 这个也不是事实 他忍受了很久 他一直在忍受 他一直在忍受 因为王立宏的事情 他在跟王立宏交往之前 他就知道 或者是结婚之前 他就知道 他一直忍受到现在 那为什么现在不忍 因为王立宏逼他 逼得太厉害了 他才不忍 逼人太甚了 否则他还会一直在忍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 这种观念 有的时候他还是纠正不过来 真的 我再打一下书 对 《难仁情歌》 《难仁情歌》是个很特别的书 每篇文章还附了一首歌 对 我唱的很难听 但是书很好看 对 《难仁情歌》里面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 是 简单的讲 有一年 我被招待去参加这个 长江邮轮 同团里面很多人 但有一对夫妻 丈夫是广东人 八十多岁了 太太是湖南人 七十多岁 大概两个人就相差十岁 平常看起来是恩爱异常 有时候我们聊天 也知道他们是因为退休了 退休了 所以常常一起出游 我们都觉得他们是神仙伴侣 很羡慕他们 希望将来直接老了之后 也可以这样子 有个老伴可以到处去玩 有一天吃早餐 早餐就是排队 自助餐 宝费这样子 正好这个金太太 就站在我旁边 突然真的是突然 他就抓了我的手 说梁先生 你讲你的故事 让我非常感慨 因为我那个时候 有没有离婚 我那时候离婚了 我已经离婚了 我就讲他我离婚的过程 讲给 因为平常大家有天 有的时候问他彼此的状况 我就有人问到我的婚姻状况 因为我长得这么帅 对 他们想说你结婚没有 玉树临风 你结婚没有 有些是同团的人在试探我 有些就说要帮我介绍 我比王立宏也不差 差不多啦 差不多帅 对对对 所以就讲了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大家都分享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们都知道我离婚了 也知道我离婚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金太太就很激动跟我讲 她说你那天跟我讲的故事 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 很有感觉 然后接着就哭了 真的眼泪就流下来 她就讲最主要是我先问她 我说金先生呢 因为他排在我旁边吃早餐 我说金先生呢 她说她刚刚起床还在梳洗 我先来排队帮她拿东西 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对不意外 因为我们平常看到他们两个的相处 就是这样子 他服侍金先生服侍的无味不至 在一起吃饭都帮她加菜 金先生那是广东人 大男人 跟我一样 广东人很严肃坐在那边 所以他来帮她排队拿早餐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问完这个之后 他就抓了我讲了前书的话 而且还哭了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让我很震撼 他说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不要说是离婚了 连提都不敢提 他说我早就想跟他离婚了 真的 这是真实的故事 真的 真实的故事 我写在里面 提到这一点 因为李静雷又在自己的这个IG里面 就在那个发文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蛮重要 因为他是嫁给王立宏之后 就完全放下自己的人生 放弃自己的人生 投入这个家庭 他八年生了三个孩子 他说在这八年里面不是在备孕 就是在怀孕 就是在养小孩 然后身心方面都遭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可是他因为他没办法出去工作 可是王立宏在这八年里面累积了许多的财产 可是因为他没有工作 他没有收入 他就变成必须靠老公 当然他的靠老公不是说他真的没有钱 因为他娘家本身也是有 只是说在婚姻关系里面 他没有钱没有收入 所以只能靠着老公去赚钱 然后回来 可是王立宏竟然所有财产 不是他妈妈的 就是公司的 反正就是他这一次离婚拿不到任何财产 他就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你不能说家庭主妇没有收入 因为如果不是我在家里面雇这个小孩 雇这个家庭 你哪里有这个余力去外面赚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代人要理解的一点 就是你不要把家庭主妇当做是什么 你都没在赚钱都是我在赚钱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 我是渣男的祖师爷 他讲的这些情节 我书里面通通写了 都有这种故事在里面 真的是很糟糕 这个我一直告诫我的女儿 女人财务上 爱情上情感上一定要独立 对 一定要独立 我这里面有个故事 我初恋的女朋友 她后来嫁得很好 结果有一天发现她老公 在按摩院里 他们通电话 通电话 老公你在哪里 她说我在开会 她电话放下来 老公那边 她这边就是两个讲完话之后 她电话没有很快放下来 结果突然听到那边开始讲话 结果发现她在按摩院 然后那个老公跟按摩女讲的话很私密 而且讲的都是这个 不正常 就是不应该是一般人会讲的话 所以她就火大 火大就一个人到美国去了 他们在美国也有房子 在美国去 后来我是很多年之后 有时候经过她那边就去看她 然后 然后就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听 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她说我不能离婚 我毕业之后没有做过一天的事情 她在美国 她逃到美国去 还是老公在养她 还是老公在供免她 所以她只能忍受老公的花心 不然怎么办 是 很多女人是这样子 为了自己不能够独立生活 或者是为了儿女不离婚 这个都是错误的 我离婚是为了儿女离婚的 这个逻辑你们大概听不懂 但是我真的是因为我觉得 我跟我前妻的关系不好 让儿女受到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 我自己忍了就算了 真的 我忍了很久了 我在结婚之前 大概长达两年的时间 我是一个人住在我们地下室的 纽约的房子有地下室 所以就等于说是同一个屋檐下面 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夫妻的关系了 长达两年的时间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那种传统的观念 对 要给小孩完整的家庭 要给小孩 但是反而对他们很不好 对 因为经常吵架 每天吵架小孩都看得到 让小孩产生很大的压力 我后来决定这样子是不对的 所以我决定离婚 决定离婚的条件 就是小孩子归我养 所有的财产都给他 那你这一点比我利同好太多了 所有的 我没有什么钱 但是关键是所有的房子 车子存款全部归他 我一毛钱都没有留 跟他离婚了 我老是跟中国时报 借了五万块美金 买了一个小公寓 两房一厅的小公寓 把孩子带出去了 我为什么敢这样子做 因为我还有收入 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子做 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 我前妻 我生活最苦的时候 是她陪我过来的 但是后来实在是不能相处 真的是不能相处 包括我刚才讲的 我不愿意让小孩子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决定离婚 把所有的钱都给她 这是我的做法 难人的主事也是这样子做的 可是你真的太好了 就是跟王立宏比起来 你把所有钱都给前妻 王立宏是前妻完全拿不到一毛钱 然后她还认为 你前妻是靠我吃饭 我觉得这真的不行 不好 真的 而且我觉得女生也是 你有自己的 比如说你婚姻 你结婚之后 你真的不能放弃你的工作 你还是要工作 就算你说我为了养小孩 可能前段时间不行 你真的是要想办法 因为现在的赚钱方式很多 你不一定要出门 你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些工作 让你可以赚钱的 真的不能够放弃你的谋生能力 你才有那个底气说 你真的忍不下去 你敢走出去 你敢去开创自己的人生 刚刚有讲到 就是你说王立宏这些状况 其实李静蕾是忍的 他为什么最后忍不下去了 我个人认为最后的关键在于 他践踏 就是王立宏是践踏李静蕾的人格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李静蕾他自己也讲了 他说他自己是到最后 关于王立宏外遇劈腿这件事情 他是已经忍接受了 说好没关系 你要去外面玩你就去外面玩 那我跟小孩子就在家里面等你 你想回来我们就是一家人 那你如果想过自由生活你就去 可是王立宏最后为什么 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他跟李静蕾说 我到时候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我不想让我喜欢的女孩子 变成第三者 被人家说是小三 所以我要跟你离婚 这听在老婆耳里真的是心碎 践踏 那第二个点就是他们离婚的时候 王立宏有说 关于私事我不再回应 所以后来有很多谈话性节目就会谈 为什么他们离婚 很多人就把矛头指向李静蕾跟王妈妈 就认为是婆媳关系 婆媳问题或是李静蕾做了什么事情 让王立宏觉得很伤心怎么样之类的 李静蕾就觉得说事实不是这样 他就去问跟王立宏讲 你可不可以帮我澄清 王立宏说不要啦 我已经说我不要回应了 李静蕾也就说算了算了就算了 可是呢 两天之后又爆出 王立宏跟一位女明星 他们有一些过从生命的这个新闻 没想到王立宏立马出来辟谣 基地公司立马辟谣 这一点也让李静蕾觉得很测心 就是说你并没有要保护我 你要保护的是你自己 你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你的心里 你的理由是说如果我不发表这个澄清声明 我的优质偶像的形象就会毁于一旦 可是对于李静蕾会觉得说 我也是人我也要过活我以后怎么过 我现在走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坏女人 什么很嚣张跋扈对泡泡很坏 我以后怎么生活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点 就是践踏一个人的人格跟真心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可去 最后他才会忍无可忍的发了这个 离婚的毁灭式的发文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算烂人 因为你还是蛮理性的在处理这些事 我当然喜欢烂人 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烂人 真的 我敢这样子讲 书里面也提到 我认识的男人里面 百分之百 真的 百分之百 都有外遇 或者是欺骗老婆的行为 对 百分之一百 有些是隐藏的比较好 而已 对不对 哪一个不是烂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社会真的是 怎么讲 变得比较复杂跟多元 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结了婚就一辈子不能离婚 小时候的观念 父母都会这样告诉我们 绝对不能离婚 离婚是很丢脸的事情 或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就会迎人或干嘛 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已经不一样了 我个人认为结婚的先决条件 你必须了解 你在这个婚姻里面 你有没有办法离婚 如果你是没有办法离婚的人 或者是那个处境 你真的不要踏入婚姻 结婚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 什么叫做不能离婚的 我觉得你这个逻辑不对 你这个逻辑不对 是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没有办法离婚的状态 没有 没有 只是他自己 愿不愿意 想不开 想不通 你就像我讲的我那个女朋友一样 对不对 他只是自己害怕而已 他如果离婚 他一样活得下去了 没有说活不下去的 对不对 这个是自己观念的问题 你这个讲法 我觉得也行不通 没有人会去事先想 我将来有一天 有没有本事离婚才去结婚 不可能有人这样去想 可是我会这样想 像我结婚或者是做任何决定 我都会确认 我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后果 所以我一直工作 我不会去放弃我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底 就是我的底气在这里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活得下去 我就会很自然的 就是做任何决定 我都会有信心 我个人是这样想 这是我个人的做法 我怀疑 你怀疑吗 你跟你前夫 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想这么多吗 我不认为 但是因为我是真的 没有想过要放弃工作 我也很清楚工作是我唯一的保障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 而且我老实说也蛮会赚钱的 就是至少 雇我自己的生活无缘 我刚刚讲的重点 所以我就会对比较 我刚刚讲的重点就是说 你那个前提其实在逻辑上 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没有人 我敢讲 结婚没有人想离婚 没有人会说是 结婚的时候就想我以后 有没有本事去离婚 有没有本事去离婚 不会有人去这样想的 对不对 你像这个王力宏的太太 对 她结婚前就知道 王力宏是这样子了 对 她也就是一头栽进去 对 还心甘情愿 牺牲自己的事业 她本来也工作 也是很强 她是很厉害的 也牺牲了就甘愿做家庭主妇 所以她也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本事离婚 而是在离婚的时候发现 呦 王力宏居然把财产都处分完了 自己什么都捞不到 第一个在财务上 她觉得被践踏了 对 在感情上被践踏了 才会爆出来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说是在财务上没有被践踏 王力宏如果是做得漂亮 王力宏也是有身家的人 太抠了我觉得 我所有的财产分一半给你 对啊 那也是上亿了 对啊 也是上亿了 我觉得她就不会讲话 而且王力宏还可以 对 我觉得王力宏这样太抠了 不行 再怎么说她也赔了你八年 帮你把这个家弄得好好的 当然是 你真的不能够说 你都没有付出 你没有赚钱 钱都我赚 你不能拿唯一分钱 那这个付出 这个不可以这样子 特别是像王力宏这个case 他的付出 并不在于说是 女人也要出去赚钱 才叫做付出 对 他帮你顾好这个家 对啊 还剩了三个小孩 他帮你顾好这个家 你可以出去外面去赚钱 去上别人的床 是因为他帮你顾好这个家 真的 对不对 然后他牺牲了多少年的岁月 没有出去工作 他如果出去工作 他也可以赚钱的 这些当然 这个账当然要算清楚嘛 对不对 事实上是这样子 对 我觉得终究一点啦 不管是婚姻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本良心 我书里面也提到 也提到这些 我刚才讲了个算账 我在新加坡的女朋友 跟我熟了之后 这个想跟她老公离婚 想跟她老公离婚 然后还故意设计了一点东西 让她老公发现 就绕出离婚 然后她本来准备裸离 裸退 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反正我就是要更定我 她那边什么都不要都无所谓 我说这样子是不对的 我说你跟你老公结婚了十一年 她夫家在新加坡是很有钱的 生意做得很大的 你帮她雇好家 生了两个小孩子 让她能够出去在外面这些赚钱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这十一年也没有办法去工作 你如果去工作 你可以赚多少钱 我说我帮你算 我帮她算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那时候并不想跟她结婚 是她想跟我结婚 那我就帮她算 我说你这样子 这十一年的岁月下来 你应该跟她要一百万新币 一百万新币等于是两千多万台币 有那么多 两百多万还是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真的啊 一比二十几啊 对啊 被她夫家来讲没什么 有九牛义吗 我就算出来之后啊 我就说你 因为我算出来 我不想介入他们这个事情 我帮她算好之后 我说你这个你拿给律律师去 给你的律师 她的律师一看 她说你先生是这个家族的 不多 律师也觉得这个太小了吧 应该多要一点 一百新币我算出来 我是很老实的算的 她说不多 就是这样子啊 结果有要吗 结果她没有要 结果她没有坚持 她先生是做生意的嘛 很会谈判 后来就说 那个我们有一栋公寓 那个很小的一个公寓了 一个卧房的公寓 那是新加坡是私人的房子 也算是有价值的 那个公寓因为在那个时候 大概可以价值也有新币八十几万 她说这个公寓给你好了 就当做那个 问题是这个公寓 是我这个女朋友 她爸爸买的 她老公真的很会算 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 她爸爸跟妈妈还在台湾 就买了一个房子 常常会去 会去看他们 然后就说我们自己买一个房子 来看你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住在这边 等于说买一个房子送给他们 但是也是当做他们 要去探望他的时候 有地方住 所以这个房子 根本是她爸爸买的 她老公真的很会算 完全就是她老公赚翻了 是啊 真的是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 说什么都不要 就是因为她想急着跟老公离婚 然后跟我 不就是这样子吗 结果她没想到 她碰到另外一个烂人 最后没有跟她结婚 还是没有办法修成正果 是 我跟她后来相处的很糟糕 也是相处的问题 对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就是你刚开始在一起 或者是刚开始结婚 你一定是很想要跟对方好好的相处 可是你一定会遇到问题 人生跟婚姻没有说什么一帆风顺 再怎么好的 多漂亮多美的多会赚钱的 都会有相处上的问题 就是看你怎么处理 没办法处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就是离婚 对对对 这个现代社会我觉得不要把离婚当成是失败 就是一种选择 不是 绝对不是 这完全不是人生选择而已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 好像里面有写 新竹 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新竹 有一对男女 有一对夫妻离婚了 离婚之后 他们每年会碰面一次 祭奠什么 祭奠离婚 庆祝离婚 庆祝离婚 更好的这个家庭 对 这样很好 一个破碎的家庭 不好的家庭 成就了两个美好的家庭 所以他们每年聚会一次 庆祝离婚 真的是很赞 我觉得这个是要的 大家想法要改变 他就结婚离婚 就跟你选择做什么工作一样 就是一个选择而已 没有对错 没有好坏 只是说你去评估你自己的人生 未来在什么状况下 我离婚会对我未来比较好 我真的觉得就是离婚 我那个好朋友也是一样 你也认得 对不对 二十几年了 真的 二十几年 他太太想要离婚 他就是不离 他就是不离 就是那种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说不能够离婚 就搞了二十多年 到最后还是离了 两个人都老了 何苦 是 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总结还是希望各位可以 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要先怎样 我一想说叫的 本来是他主讲 就变你主讲 所以他就要草草结束 不是因为谈了二十五分钟了 再谈下去可能 这个题目要讲真的讲不完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谈下去 去看这本书就可以了 报一个小料 报一个小料 打书打得这样子实在是太厉害 我真的要报一个小料 我在跟东平就是认识之后 决定交往之前 我是先看完这本书 我才决定要跟他交往 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有好朋友吗 我有跟他聊到你 也聊到这本书 他看完这本书之后跟我说 你要考虑清楚 不要变成赖人之中的其中一个 可是我看完的结果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可以信任 因为他很坦诚了自己的一切 就是他比如说像王力宏 他明明就是一个渣男 可是他还要逼着老婆 你帮我圆 然后我要维持我的形象 他没有 他就告诉你 对我就是以前做的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 他真的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你这个讲法不太对 不太对吗 不能说是我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 好像是我有意要去做 他没有 他跟王力宏不一样 我老实讲 这些故事对我来讲都是很惨痛的经历 这是很惨痛的 我不是有意要去做的 我是觉得很多人羡慕说 我有这么多这种过去的故事 每一段都很惨痛 离婚像剥了一层皮一样 我只是把我自己碰到的这些悲惨的事情讲出来 对他跟王力宏的完全不一样 状况是不一样 所以我看了之后我是觉得说 经历过人生的风雨 你才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你对于婚姻会有一个更明白透彻的理解 你不会抱着想象 粉红色泡泡 结婚就是每天怎样怎样 没有你就知道就是过日子而已 就是两个人相处而已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踏实 至少不会说我怀抱着梦想 以后就是王子跟公主没有 婚姻哪有王子跟公主 就是男仆跟女仆互相服侍这样 过日子嘛对不对 村子里面那个说他不想当小三 没关系我可以当看护 我如果这么好的看护 村子里都抢着药 快30分钟了 对快30分钟了 好啦 聊到这里就好了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讲这个真的讲不完 可以再讲一集